早晨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 4月27日 星期二 今天要跟大家繼續跟進這個數碼人民幣的問題 但是這次 是關澳門事 我們看到《愛門日報》一篇報導 跟我之前的說法 其實不謀而合 而且裏面 甚至乎沒有那麼全面說出 對澳門的和害 因為 畢竟他們的尺度有限 不敢說得如此 我認為 如果數碼人民幣 推廣到澳門 在五年來 中共是會毀滅這座島嶼 是世界第一的島嶼 為什麼呢 我詳細分析給大家聽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兼設聲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後備星期二日報 月費贊助 我們想跟大家作出一個簡單的呼籲 因為合作社那邊 負責裝修的 負責人就說 如果 做裝修的工資 朝九晚六 最低的日薪也有80磅 師傅級是81磅以上 這是一個基本人工 當然是 初級的 但是如果完全不懂 那些雜工 暫時也不會聘請 因為 工作不值有限 如果再加多幾個人 工程 成本貴了 未必 未必搞得行 我們因為 現在做的 他們也是希望 建立一個品牌 有一個口碑 所以 他們一定會準時 員工 以及不會加價 另外 如果 現在做的 有師傅的工程 就不會 暫時也不會 抓手尾 不過 在曼城地區 一直都在找人 因為在曼城 最近他們接了生意 接了工程 希望大家如果在曼城地區 就可以聯絡 我們的那邊 裝修隊負責人 這是一個呼籲 好了 這個叫做 我們讀一讀愛門日報 出了一篇文章 然後我們跟大家再深入 分析 他裏面 可能不敢提及 或者沒有提及的部分 好了 澳門計劃使用數碼人民幣 為中界帶來新一波的打擊 這個 很明顯是會 致命打擊這群踏馬仔 當然 澳門的踏馬仔 現在也有一個制度化 也是一個工會 也是一個職業來的 澳門計劃引入內地即將推行的數碼貨幣 將會有助中央打擊 這個世界第一賭成的洗黑錢行為 但可能會為博彩中界帶來致命一擊 這些招攬高級客戶公司 自中央政府去年6月起 在為賭博目的進行跨境資金流動視為國家安全風險之後 命運是於一線 此後 網上博彩和澳門中界原用的隱蔽融資渠道被撤斷 數以萬計的人因為招攬跨境賭博而被捕 中央打擊非法資金流動 中界公司 長期客戶 勇志 提取現金 導致公司流動性出現問題 業界指出數碼人民幣的出現 恐怕會封死業界遇下的 活路 我們去年說過了 其實也提過了 他們很多人因為 賺不出錢 就會給高息 進入他們的賭廳 給高息 到了後來 大陸打擊非法資金之後 很多 他們裏面的客戶 紛紛提演 他們也會限制提演 否則就會爆煲 一個中界投資者 林繼光談及了數碼人民幣的影響 他就說 所有中界行業要麼逐漸凋零 或者馬上消失 博彩業界希望 一種可以完全監控數碼人民幣 能給予中央信心 使得更加多內地客人來澳門賭博 數量會讓這個資本 在大程度上是封閉經濟體 這個滿意 即是說 等到大陸放心被人下來賭博 意思是他可以完全監控 一個不願透露聲明的澳門博彩入業人員就說 使用數碼人民幣 即是北京 可以更加好地控制洗黑錢和非法交易 他表示 如果澳門不能夠控制好環境 內地不會給客人 給旅客我們 博彩業界說 關鍵的風險之一是北京能夠設定一個 每日或者每年的交易上限 但是如果更加旅客 更加多旅客獲得來澳就可以分散風險 即是每人 只准你一年來輸5萬 如果超過5萬就不准再來 如果大陸會不會放1億人來輸5萬 大陸會不會放1億人來輸5萬給你呢 這個問題 就是最嚴重的問題 稍後我們會詳細分析 因為大陸旅客佔了澳門旅客量超過七成 一個類似的公司政策 有個賭場的行政人員表示 這個是高層的政策 我們無能為力 要不就徹底跟隨 作為營運者 我們要系統相適應 但是 沒有辦法反抗 澳門博彩收入由去年疫情爆發以來大減 比2019年下跌六成 拉斯維加斯金沙和金沙中國主席 對數碼人民幣前現得樂觀 這個傻子來的 他星期四表示 正當澳門市場日漸和內地融合並對消費者更加友善 這是正面的事 其餘五間博彩 企業都拒絕置評 內地星期日宣布 繼深圳成都 蘇州 洪安新區之後 將擴大數碼人民幣的試點 澳門 行政長官何一誠就回答議員的話 澳門應該跟隨內地的步伐 澳門金管局在回復路透社查詢的時候說 正修改法律框架 以融立數碼人民幣 並在過程中一直跟人民銀行有溝通 並進行可行的研究 澳門政府上週一封電郵指出 澳門正在發展自己的金融市場 包括債券市場 財富管理及融資租貸 目前正密切追蹤數碼支付的發展 過去一年 澳門向中資企業和財政部等發行人 提供債券銷售 交易和清算服務 好 我們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大陸政府 現在要規管這個踏馬仔 不單只是踏馬仔 要規管 澳門賭錢的人 每一個賭錢的人 如果只准用 數碼人民幣 以後 每一個人賭的錢 他的身份 他賭多少錢 全部中央都知道 那麽我想問 你還會不會賭 一個賭仔 如果你是打工仔 沒問題 他們賺一萬元下來輸五千元 可以 這些人是會繼續下來賭的 即使你 有所有的 線去跟 他們也會賭的 但是問題 你贏得多 你又怕 被人家掛分 因為贏得多都是入你戶口的嘛 數碼人民幣 因為全部數碼化嘛 不論你贏輸 你也是數碼化 所以 贏得多就怕得不到 輸了 又是被人看到你輸多少錢 這只是 限於正常人打工仔 那些官員 做生意的那些 可不可以讓人知道他輸多少錢 贏多少錢 是不可以的 那些客人 一定會去其他地方賭 所以澳門的生意一定會大跌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中共 是會看著所有大數據 他會看看一年到底有多少人下來 輸了多少錢 所以他慢慢收緊的限制 每年 好像現在 他現在大陸准換外匯一年是50萬 但是 澳門輸一年可以給你輸50萬 當然不行 他可能會有一個限制 就是每天 在澳門輸的錢最多可以多少錢 例如每天多少錢 或者一年 不能超過多少錢 這樣就會變成有一個限制 他會放很多人下來 但是大家想想 他們放的人下來 那些賭得大的錢的人會不會下來呢 不行 因為他們下來的渠道 被人封鎖了 而賭場 可能也會偷偷地 但是 偷偷地接受現金 或者用其他方式的入錢 當然海外可以 例如在香港過來的 就不用用數碼人民幣 或者在日本過來的賭客 但是大家都知道 現在全世界的賭客都是來自大陸 最大的賭客都是來自大陸 那麼大陸的客人 面對一個這樣的監管 會不會繼續在澳門島呢 他們 去華克山莊島 可能不用用數碼人民幣 可能可以帶現金去 他們去新加坡島 去拉斯維加斯 可能是真的不用的 不過當然 接下來我想也很難 因為大陸是會收緊每一個 出境的錢 蘇馬人民幣就是限制人 限制錢流出去 不讓你用現金 所以 對澳門不單止是對達馬仔 對於賭場 也是致命性的打擊 我再作出一個更加深 更加大膽的分析 就是 就是 共產黨 當他掌握的數據 看看澳門一年 博彩收入多少億 在說一萬億 幾萬億的收入 意味著 我放大陸人下來輸幾萬億給你 一間金沙 一間永里 一間美高梅 美高梅一半是外資 一半是美資 一半是何家 我無端端端給你一萬億嗎 是不是 他會不會 壓制 這些美資 未來的美資 能不能逐一排也成問題 他看著 所有數據就是 當是輸了兩萬億 澳門 你們那幾斤 加起來可能佔了五成市場率 如果五成 如果佔五成的美資 那就是我要向美資輸出一萬億 那我就要剪掉 要減掉 甚至乎 最後 大陸忍不住就是 不續牌給 永里和金沙 所以剛才那個 金沙賭場的老闆是弱智的 當然他可能不是弱智的 他可能特意說出來想討好中共 但是如果到時人家不續牌給他 現在民族 國主義情緒 高漲 你在澳門 向美資輸血幾千億 你怎麼說出來 怎麼說得通 你還有民族氣節 你是不是中國人 大陸的 官場 你不要 想低 你不要太過 對他們有期望 以及 不要太過高估他們的 智商 當他們在想的時候 越想越不對勁 我掌握過數據 一年要向你輸幾千億 我為甚麼要發個牌給你 無端端端給你賺幾千億 第二點 可能到時只剩下幾家 只剩下銀河 澳博 然後美高煤就一定要你 美資賣光給何家 新豪博雅 新豪博雅 要你不可以有外資 總之外資就未必可以被你蝕足 澳門賭場 澳門慢慢 就會玩完了 當然 就這樣靠大陸人去賭 其實也不會死掉的 不過 全世界第一位的賭城 肯定就會失落了 因為香港也可以這樣毀滅 你澳門算是老幾 還有你澳門賺的錢 其實全部都是中國的血肉 他是 戒開頸子向你輸血 你現在在沾他人血饅頭 你現在在吃共產黨的血饅頭 習近平會覺得 你拿個饅頭在他的頸子裡蘸血 他會不會繼續給你賺這些錢 想真一點 幾聽話都是假 是不是 所以 我認為習近平最極端 在五年之內就去毀滅澳門 大家不要以為是偽言爽聽 毀滅香港金融中心 兩年都不用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 拜拜